世界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家 他们的创新和发明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十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发明家 他们的贡献涵盖了各个领域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时间1452年到1519年 贡献达芬奇是一位全才 涉猎绘画、雕塑、建筑、解剖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 他设计了飞行器、潜水艇 对人体解剖学有深入研究 并创作了《蒙娜丽莎》等杰出绘画作品 爱迪生Thomas Edison 时间1847年到1931年 贡献 爱迪生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他的最著名发明之一是电灯炮 此外 他还发明了录音机、电影摄影机等 他的工作对电力 通信和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因斯坦 时间1879年到1955年 贡献 爱因斯坦是理论物理学家 提出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 对现代物理学有深刻影响 他的著名方程一等于Make表达了智能等价的概念 牛顿 Isaac Newton 时间1643年到1727年 贡献 牛顿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他提出了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 并对万有引力进行了研究 他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基础 居里夫人Marie Curie 时间1867年到1934年 贡献 居里夫人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她与丈夫共同发现了雷和泼元素 她是第一个获得两个不同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人 对放射学和原子物理学有深远影响 亨利福特Henry Ford 时间1863年到1947年 贡献 亨利福特是汽车工业的先驱 他引入了流水线生产制造模式 大幅度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 使得汽车成为更广泛可及的交通工具 冯诺依曼 Juan von Neumann 时间1903年到1957年 贡献 冯诺依曼是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对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 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提出了存储程序概念 设计了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 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 时间1847年到1922年 贡献 贝尔是一位发明家和科学家 他发明了电话 对通信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瓦特 James Watt 时间1736年到1819年 贡献 瓦特改进了蒸汽机的设计 使其更加高效 为工业革命的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冯布劳恩 Werher Von Dorn 时间1912年到1977年 贡献 冯布劳恩是一位德国工程师和宇航学家 他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领导了纳粹德国的V2火箭项目 并后来成为美国宇航局NASA的重要成员 推动了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温度 置给大家 请订阅 2022年 我们在路上